我姐姐呢?我姐姐去哪了?你把我姐怎么了?金华府,西街,贫困之地,连连密集紧凑木屋内,一身材矮小,瘦弱,皮肤有黑男孩正手持扫帚死死盯着一常山中年男子急声问道,我要姐姐。 嘿,你个小兔崽子。挥袍长山中年男子被眼前男孩凶猛眼神猛然叮得有些发毛,心中被吓了一跳,随即反应过来伸手指着男孩大骂,想翻天了不成。 我供你姐俩吃,供你姐俩喝,还供你姐俩住,你敢对我呲牙。 长山中年男子越骂越凶,见男孩不敢还口,卷起手中书卷就砸在了男孩头上,边砸边骂道,要不是我,你们姐俩早就饿死路边,被野狗拖去分食了。 你姐是我的女人,我想把她怎么样就把她怎样。 别说我只是让她去参与昆仑先派的选拔,就是我让她去卖,她也得去。 打你这白眼狼,实在坏了我的书。 长山中年男子大骂着用书卷砸在男孩头上,只是砸着砸着马上心疼起他这刚买来的书,连忙放到一旁桌上,随即左看右看。 男孩听在耳中,眼神死死盯着眼前男子,却没有异动,只是一双小手死死抓住手中扫帚,似要把扫把掐断。 长山中年男子这时看到墙角的竹条,马上抄起就直接抽在了男孩脸上。 啪!一条血痕立刻浮现于男孩脸上。 男孩身形被抽得一晃,脖子上青筋壁线,牙关紧咬,眼神死死盯着眼前中年男子,硬是一声不吭,双手都快要把扫帚赶掐断。 怎么,你那是什么眼神,你想对我动手吗? 来啊,你倒是动手试试。 长山中年男说着又是俩竹编抽在了男孩身上,尽情嘲讽又威胁道,你敢碰我一下,你们姐俩就滚出我的房子。 就你和你和你姐姐这种黑户,我只要上报官府,你们马上就得滚出金华府,然后在野外被野狗吃干妈净。 懂吗?看你眼神挺凶,你倒是动手啊。 长山中年男说着抬手就是一鞭子抽在了男孩身上。 啪!手抓得那么紧,你倒是动手啊,动手碰我试试。 啪!你们这种外来的低贱黑户,又黑又丑,我看得上你姐那是你姐的福气。 否则就是她就是去卖,也没有男人上。 她就是去窑子卖,窑子都不要。 你和你姐都是贱货,懂吗? 长山中年男越吼越兴奋,手中竹编接连抽在身形矮小男孩身上,眼神越发疯狂。 啪!你倒是动手啊! 啪!你动手啊! 你怎么这么美肿!快还手!啪啪啪! 长山中年男面色疯狂大吼,手中竹编死力鞭打在男孩身躯上,壮弱疯狂。 面对中年男迎面而来的竹编,男孩死不低头,昂着满脸浮肿血痕恐怖脸蛋,通红眼睛死死钉中年男子,手中狠狠掐紧扫把肝,掐得直作响。 中年男面对男孩这种眼神,竹编抽得是越发疯狂,大吼,你动手啊! 你这个贱种!你姐姐也是个贱种! 他肚子里的孩子更是个贱种! 你们全部都是贱种! 中年男竭力大吼出声,面色争獰挥舞出竹编。 这一次,他挥舞出的长鞭被一双瘦骨临循的小手死死抓住。 你! 节奏被打断,长山中年男疯狂面色陡然一指,扯了扯竹编没扯动,再次大吐大吼,你敢还手。 只是他话音刚落。 一道黄色雾势猛然迎着面门而来。 面对突然袭击,中年男没有任何躲避能力。 扑呲!黄色竹竿猛地刺进了长山中年男一只眼眶中。 啊! 长山中年立刻凄厉哀嚎出声。 男孩立刻将手持扫帚干用力捅了进去,然后转动。 呃呃! 长山中年男哀嚎声立刻戛然而止,眼眶狂涌出的血液迅速流入中年男半张的嘴巴中,让他喉咙只能发出本能哀嚎。 终于,长山中年男哀也发出身影,高大身形栽向地面。 砰! 看着眼前男子的尸体。 双眼通红的男孩这才松开了手,身形颤抖着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大喘着粗气。 城主府邸,大殿内,面对陆真君的话,昆仑蓝袍弟子马上指着那有黑孕妇女孩开口说道,就是他。 这时,大殿所有目光都集中到那女孩身上。 女孩看面色年纪不大。 长相普通,肤色粗糙有黑,头发乱糟糟的,身上衣服单薄,破旧,补丁很多,脚上一双鞋多处都裂开了缝。 看着女孩那高高鼓起的腹部。 这一刻,大殿之内众人眼神各异。 特别是在一众一起参与挑选的八道身影之间,那一个个眼神中的羡慕之情,都快化成了实质。 而陆无非看在眼中,第一次心中浮现出太穷真的不要生孩子这种念头来。 不过他没心思多想。 身形瞬间出现在了女孩面前。 顿时成为整个大殿焦点的女孩面对周围投来的目光立刻紧张起来。 他来此不过是为了挑选完后每人一两银子的补贴而来。 突然成为焦点,他心中紧张无比。 就在这时,他只觉眼前一晃,就多出了一道轻袍身影,正是之前坐在那主位,如仙人一般的身影。 女孩身形缩了缩,目光看向轻袍身影,眼神中充满了紧张,害怕。 无需紧张,我没有恶意。 看着女孩眼神,陆无非轻声安抚道。 平淡声音响彻在女孩耳中,却是格外的充满了力量,让女孩心中顿时溢暖,刚刚的紧张害怕之情顿时淡化了很多。 陆无非也不在意女孩心中是怎么想的。 他手中已经多出了一块色泽温润的白色配来,贴在了女孩眉心之间。 见眼前轻袍身影的动作。 女孩一动不敢动。 也动不了。 大殿之内,众多身影看着这一幕,眼神越发各异。 刘景老道看在眼中,与一旁的师弟李元春对视了一眼,似乎都猜到了什么。 白玉玉佩贴于女孩眉心。 陆无非随手打出一道法绝眉入玉佩之中。 下一秒。 玉佩没有任何变化。 陆无非皱眉,再次打出几道法绝,眉入玉佩之中。 只见玉佩依然毫无变化。 看来不是。 世间之大,带有妖族血脉的人类虽然很少,但绝不会没有。 这女孩大概是其中之一了。 陆无非迅速明白过来,心中叹了口气,转过身。 身形又瞬间出现在了主作之上。 这时,伺候在一旁的昆仑蓝袍女弟子再次奉上热气腾腾灵茶。 陆无非端起雪莲春品了口,只是挥了挥手。 昆仑弟子立刻将八个孩子都带了下去。 这些孩子哪怕没被选中,都能获得一两银子的赏赐。 不让他们白白跑一趟。 这是陆无非规定的。 再二两银子就能让一个成年人在金华府正常过上一年的强大购买力下。 一两银子对于底层平民们来说绝对算的是一笔巨款。 能救家庭,能救人命。 这也是哪怕一些家中女子符合挑选条件,但怀孕情况下依然愿意出来的原因。 虽然有官府强制要求,但也更多因为一旦得以被挑选进入最后的面试环节的一两银钱的奖励有关。 一群孩子们出去了。 守在门口的将军马上开口喊道,下一批。 老道刘瑾看在眼中,心中明白过来,那女孩或许有陆真君寻找之人的相似之处,但不是真君要找的。 又一群高胖矮小身形各不相同孩子被带了进来。 看守,滴雪。 昆仑弟子托盘与陆真君身前。 陆无非抬眼看去,眼前雪叶浮现出的气息,又重新恢复之前毫无变化的一幕幕。 就在这时,她突然想到,那女孩既有一丝妖族血脉,没准其身旁,也有其他与她一样之人。 毕竟同类相互吸引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虽然知道可能性不大就是了。 那女孩如此贫穷,有一两银子的报酬,如果有其他同样之人,多半也会跟着一起来参与挑选了。 不过有一丝可能就该试试,反正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一念至此。 陆无非随即给老道刘景去了一道传音,刘真人,你派人跟着刚刚那女孩,无需打搅对方,只需她周围都有些什么人。 刘景闻声马上转头起身行礼,小道这就去办。 陆无非点头,随即挥了挥手,几位燕过雪的孩子马上被带了下去。 这是今天最后几个符合条件的孩子了。 检查完,今天算是暂时结束了。 将杯中雪莲春一口引进。 陆无非起身就向大殿后方走去。 大殿一众人齐齐行礼,恭送真君。 回到小院内,正在荷花池前巴腊池中锦里的小白回头朝着老爹支叫一声,打了声招呼,继续在池边玩水。 这时,一道白光突然从陆无非绣口中飞出,直奔荷花池而去。 正是晴天白玉柱,那或一过去,小白随即尖叫一声。 扑通,什么东西掉进水里了?荷花池那块,立刻水花四溅起来。 陆无非也不在意俩活饱玩闹,自顾进了房间,走进卧室,盘膝坐下。 心念围动,一道道散发着蛋白色虚拟光芒水墨自体开始浮现眼前。 宿主,陆飞。 境界,人先中期,五百万分之三百五十三万四千两百八十八。 经验值,一万九千分之八千九百二十五。 魂力,一,功法,混动真刚天经,圆满,妖族吐纳法,圆满。 能力,七十二变,大成,一九三五二零零零零,棍法,圆满。 神通,秀礼乾坤,圆满,法天相帝,小成,两百七十七,一零零零,纵地金光,圆满,入梦,大成,两千分之两百三十五。 看着眼前不断浮现数据,陆无飞第一眼就看到了境界蓝后的数据。 对于这些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数据,他记得很清楚,他如今境界,每日打坐冥想修行的经验值对比以前来说很多,但相对于庞大经验值来说还是太少了。 尤其他自从师门回来,就一直在忙。 每日用于打坐冥想修行的时间太短了。 不过出了山门,陆无飞就有了入室的心思。 既然入室,就别想清静。 陆无飞心中并不急切。 何况上次随老师天庭赴宴,吃的一个三千年份,三分之一盘逃一个,境界值暴涨得太快。 他也需要缓缓,沉淀一番才是。 否则虚了根基可就不妥了。 倒是上次回浪浪山街三地红皮他老娘那回,顿悟给他长了不少经验值。 那是件大好事。 让他这狂飙突进的修为境界能更加的稳妥。 而且按照关中明月师兄的说法,未来等到他修行至人仙之境后期, 看破神仙之境界限,打破枷锁会顺利很多,算是神仙有望了。 此番等找到与师兄托付血脉之事了。 在随流井老道一起去昆仑仙门一趟。 最后回太平山交代一番。 然后就该回万寿山师门了。 通过盘逃得来的修为太快,他需要回山好好尽心修炼一番才是。 脑中理清了接下来的打算。 路无非收回思绪,继续看向眼前。 魂力经验值没什么好说的。 没有人头进账就不会动。 上次要是在师陀灵宰了那阴妖王的话,他估计能赚不少。 不过他当日要是真宰了。 哪怕有蓝宇师兄在,估计也没那么轻易从师陀灵离开。 再看向能力蓝。 其功72变静静依然缓慢无比,最后那点熟练度, 他几乎是一点一点的没过去的。 不过这些年来,他已经习惯了。 再看向神通蓝。 大神通法天向帝的进度同样缓慢。 至于那道入梦小神通,进度显然比法天向帝快了很多。 这道神通能力特殊,这是陆无非学他的原因。 以他如今实力,不说靠着混动真刚天经领悟来的太多神通。 他举手投足间接是神通法术。 亦法通万法明。 随着实力不断走高,他对这句话也是越发的明悟了解。 这也是他无需再学什么其他神通的原因。 除了一些特殊神通,与可遇不可求的大神通之法。 哪些普通小妖们的本命神通对他来说早已经没有了意义。 思绪发散之间。 就在这时,小院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紧接着,敲门声响起。 陆无非神念围动。 身形顿时消失在原地,出现在了院门前。 打开门。 门外站着的正是老道刘景。 丙真君。 一见陆无非,刘景马上行了一礼道。 刚刚小道派出跟随那女孩的弟子传回消息,说那女孩还有一位弟弟,一位丈夫。 不过就在不久前,那女孩弟弟杀害了女孩丈夫,这时已经被抓住,就要被关进大牢。 我,还有位弟弟。 陆无非闻声后只觉意外,略一戏品厚道,听你之话,似乎其中有什么不一样。 蛮不过真君。 刘景笑了,再次开口道,小道多问了几句,才知那女孩与其弟弟是几年前逃荒到了金华府,而那女孩丈夫则是好吃懒做,一事无成,依靠变卖组上家产过日子之人,收留那姐弟后,让其姐弟劳作养他。 但却对其姐弟态度很差,尤其对其弟弟,更是打骂随意平常。 就在不久前,其丈夫再次打骂其弟弟,那弟弟终于无法再忍受下去,奋其反击。 一举将其丈夫杀死,因为情有可原,又有周围居民替那姐弟求情,呈主欲赦免那姐弟。 刘景一口气将那姐弟信息全部都说了出来。 陆无飞听在耳中,突然开口道,那女孩丈夫多少年纪,身高体魄如何? 刘景,好像才只有三十有八,听说各自不矮。 陆无飞在问,那女孩弟弟呢?多大,身高如何? 刘景,说是九岁,比一般九岁孩童更矮更瘦。 陆无飞继续问,那男孩与那女孩是亲姐弟吗? 刘景,这个,好像不是,听下面人所说,好像半路上桃荒遇到的。 这样啊!听到这里,陆无飞立刻微眯起了眼睛,随即道,那男孩现在在哪里? 刘景文声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马上道,那姐弟都被带回来了,城主听闻此次案情复杂,打算亲自审理,以平民意,那姐弟此时就在城主府内。 道是正好,走,我们也去见见。 陆无飞点头,说着就朝着院外走去。 刘景脑中高速远转一番后,随即跟上。 不多时,陆无飞便在之前的大殿之内,见到了高座主位之上,穿着正式的年迈城主与一众金华府大臣,以及那一对黑兽姐弟。 陆无飞这一突然出现。 主座之上,城主面色立刻一变,随即马上起身,骑骑行礼,见过真君。 陆无飞确实对此充耳不闻,他目光全都集中在了站在那不久前刚见过,挺着大肚子的有黑女孩身旁,又黑又矮又小,满身是伤,眼神倔强的男孩身上。 没有理会任何人,陆无飞一步迈出。 身形瞬间出现在姐弟面前。 面对突然出现身前的轻袍男子。 姐姐面色一惊,反应过来,脸色有些紧张,心中倒是不怕,还伸手按在了身旁被吓到后退的弟弟身上,温声道,别动。 男孩闻声脸色紧张知色稍退。 陆无飞手中出现的白玉玉佩已然贴到了男孩眉心。 玉佩才贴上去,一道盈盈白光便自玉佩开始浮现。 陆无飞心中顿时一喜。 随着他手中发觉没入玉佩之内。 温润白玉佩立刻光芒大胜。 找到了。